这栋坐落在神道旁的偷天民宅 纯白的色调在太阳映照下显得格外清爽 换个角度来看 哇哦 使用红砖砌成的三道窗台 搭配仿古的大红灯笼 红白相间的设计 只能说这栋房的主人实在很有创意 只不过走到正面一看 怎么红砖窗台全部走了样 原来这是出自于陆野地区的美术创作家之手 为了营造全民运动 特别在正面原本纯白的墙 以陆野的地方特色为主题 红砖墙加上大红灯笼 另外搭配字画 打造出浓浓的香土味 以特定的角度所设定所化成的会就化成 那你们这个完全这画作 大概花多少时间呢 要差不多20天 经过原创艺术家特别透露 想要一窥立体的视觉感 可得透过这个小孔 然后包括我 比如说我们手写的那个智肘 那些智肘 书法的部分 在正面的墙壁 它要呈现什么样的写法 然后在纵向的墙壁 它应该有不同的一个写法 所以说你看第二虎的那个 应该算起来是第三虎 比较大虎的横肘 它就是挂在纵深的墙壁 所以你看起来 它在做画的时候 事实上都每一个细节 事实上都要去设定想象 果然没错 原本正面看起来 明明是椭圆形的时钟 竟然都变成圆形 而且连走廊上挂的字画 全部都变得立体了 最近3D立体化超夯 不过这幅经过 45度角设计的立体化 不但要有深厚的立体感 甚至对于几何图形的空间概念 也得一把照才行 从构图到完成 仅仅三周就完成了 美术大师的称号 可真不是让得虚名 动材新闻张教维 录影报导